台湾茶品质好 近年国产精品茶却屡遭劣值低价的进口茶混冲 农委会高度重视将依农产品生产及检验管理法 催生纳入强制产地溯源品项 为花莲茶叶最大产区的瑞穗香 在农粮署等中央农政单位 在农委会召开台湾茶叶产地溯源说明会中 纷纷力挺保障农权也维护消费者的食安 为了强化国产茶溯源管理 农粮署副署长姚之旺率团下乡 来到花莲瑞穗香召开台湾茶叶产地溯源说明会 除了中央农政单位地方农会及茶农也都永远参加 要教各位茶农朋友做这个厂 要怎么去做这件事 怎么去标示 怎么去溯源 所以我们会依靠会一个公告的程序 今天他就还没有正式公告前 先来跟各位报告 有今天有一个人做 那一定先大家心里有个底功 将来要怎么做 台湾茶品质好深受消费市场青睐 但近几年来 尤其国产精品茶却频频遭低价劣值的进口茶混冲 危及食安也打坏了台湾茶的品牌形象 农委会高度重视 依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 跨部会进行国产茶溯源管理 我们现在这个法院马上要开始了嘛 那我们之前 就是说这个6月或是7月以前 所生产的茶叶 到我们现在要怎么去标示 那这个溯源资讯 当然包含了我们现行 已经在推了产销履历 或者是产地标账 这个贴上去就符合这样的一个公告的一个条件 为花莲县茶叶最大产区的瑞士乡五鹤茶区 早期例行产地标章 确保每一片茶皆产自在地 尤其特殊制法的蜜香红茶品更是无庸置疑 因此在国内外茶产业市场上屹立不摇 现在国产茶强制性纳入产地溯源品项 农会以及在地茶农纷纷力挺叫好 保障农民权益也维护消费者的食安 以我们农会的立场 我们非常支持这项法案跟计划 那我们也会辅导我们的农友 在生产的时候 把这个茶叶产地溯源的这个标章 把它做好来 而且做好这个管制的部分 国产茶纳入强制性溯源品项 在产品包装明显处 张贴溯源标章或国产溯源码 同时也将会加强鸡茶混冲茶 保障消费者选购国产茶的权益 记者是宇兰瑞瑞瑟采访报道